新闻大白话可以正式加入会员了 可以观看不定期的独家影片花絮 还有神秘小礼物不定期抽奖的优先资格 再一次邀请您加入我们的会员 是我们收到最新的消息 是中选会刚刚宣布了 这个陈伯伟的中二第二选区 这个补选的案子 已经确定在明年的1月9号举行投票 明年1月9号会举行投票 这个是台中第二选区的补选这一席立委 那现在看起来绿营 明信导方面已经确定要推出的人 是林静怡 林静怡她过去是明信导的部分区的立法委员 同时也是一名妇产科医师 她在台中有地缘关系 她在中山医学院毕业的 也在中山医院当妇产科的医师 那我们来看看到底蔡总统是什么样的打算 蔡总统难道是牺牲陈伯伟 牺牲了伯伟 牺牲了Sancho 然后要交棒给林静怡吗 蔡总统她不打这个没有把握的仗 那这一次陈伯伟可能马失前提 所以她要推出林静怡 已经经过了机密的计算吗 可是在反对方方面 或者是说可能对民进党 不是这么支持的选民的眼里 他们会认为林静怡蛮争议的 林静怡有人甚至冠上了 女版陈伯伟的称号 在林静怡医师的头上 我们来看看过去她有一些争议的言行 包括当时有一些民众 因为要抗议一些事情 打电话到她的立法院的办公室 怎么打 怎么打都打不通 所以有人就怀疑 她把这个电线电话线给拔掉 结果林静怡说没有 我助理在嗯嗯 我助理在这个大什么 所以在上厕所 所以没有办法接 另外讲到这个要台湾 可能要节电这件事情 怎么样让台湾的电力够用 她甚至在立法院质询 她有说到说 那干脆以后 大家晚上10点之后 就限电嘛 大家早点去睡觉嘛 也不要看电视 这样可以省电嘛 省电救台湾 另外当环保署在推 这个不要用太多的塑胶制品的时候 她也在示范 用汤匙来喝真奶 另外她曾经说过 比较激烈的言辞是说 国民党根本杀人放火 如果你再投国民党 就生不出小孩 难道你要回去投国民党吗 你投了国民党 台湾的出生率会更低 你就生不出小孩了 另外讲到旷业法 很多绝亲 很多文青 都非常滋滋念念的 这个念字在字的旷业法 怎么不赶快修呢 然后他就说 旷业法就是一个修法的过程 那个拼命加葱 加到整国都坏掉的例子 它是什么比喻 亮哥都笑到 明神没气死 亮哥都笑到 已经不能自己了 林淑芬也气到发抖了 那另外她有讲到说 这个是接受这个德国之音 德国之声的采访 她说知识统一就是叛国 中华民国只是勉强用一下而已 她那个时候 她是当这个小英 蔡英文竞选总部的发言人 兼国际事务部的主任 也因为这个访问 这个言辞 她丢了她的这个title 她辞掉这个官位了 另外辞掉这个职务 那另外她说 这个疫苗 因为柯P曾经讲过说 这个地方这个市场 环南市场如何如何 现在有这个疫情 那赶快赶快赶快 让他们注射疫苗 她说柯P 你有点随准好不好 你想把疫苗当作是避孕药吗 疫苗不是避孕药 好 那有网友去她的脸书上舌战她 就说 你看看你这个 你过去讲的跟现在讲的不一样 你配做医师 这个是在讲防疫的方面 她去呛这个网友说 你是一个辱蛇 你是一个辱蛇 你怪你爸爸当年没有戴套 这个讲的也是蛮呛辣的 这个很厉害的 另外最新的一个金句 就是她去台中帮陈柏惟助选的时候 她说 你们台中这个地方 过去非常恐怖 你要穿防弹背心才能够选 所以现在林静怡 应该是确定要代表民进党 出来选这一席了 这一席补选在明年1月7号要投票 难道她1月9号 对不起 1月9号要投票 难道她要穿防弹背心 我已经帮她找好了 18000块钱 我觉得我们大家可以集资 请她在整个选举的过程当中 全部都穿防弹衣 我们一般我们跑选举 外面会写说许巧心这样 请你把名字绣在防弹衣上面 因为你自己说过 要穿防弹衣才能在中二选区选举 所以如果她要参选的话 我觉得大家可以集资 其实18000也不是很贵 我们就一起送给林静怡 祝她竞选顺利 顺利 顺心 才18000这么便宜 所以这个防力了蛋吗 我不确定 她说是软式的 可能还有不同的等级 我穿过防弹背心在泰国 其实不会很贵 真的不会很贵 可以提供给林医师来参考 我们来看看 包括陈世凯 她是新潮流的 包括林天生 李天生 还有周瑜扣扣的姐都已经讲了 就是优秀人选 大家都拍手鼓掌 帮她加油打气 台中的小英之友会 李茂胜医师 独派的一个总统府的国策顾问 也联名来推荐林医师 所以看起来 明星队的队长 陈伯威要助选的对象 帮她摇旗呐喊的 应该就是林医师没有错了吧 对 来 杨梅 前子 其实这个过程 我今天刚好看到一个影片 我发现林医师真的是超前部署 来 你看10月23号 3Q罢免投票那一天 这一支影片 有一个网红叫486 很有台湾价值的 他专访林静怡的影片上线 3Q尸骨未寒 他就接受这个访问 里面讲了一段 我看得有点傻眼 他说民进党未来可能会分裂成 两个到三个 我把原句讲完 不然他会说我断章取义 他的原句是这样 他说未来在很久以后 我的评估 他说他不代表党的异常 他说因为如果台湾 一直没有很够大的在野党 民进党就要分裂成两个到三个 每一个都是本土价值 只是我们的价值可能有开放的 有保守的 就像美国的共和党 民主党都是美国价值 他说未来我们的民进党 会分成好几个有台湾价值的政党 以后就是台湾的政党政治 就是民进党的政治 所以以后台湾的三大党 可能就是民进党一号 民进党二号 民进党小党叫激进党 激进党 或是第三个叫 也许人进党之类的 人进党之类的 对 就是都是民进党分出来的 所以没有什么国民党 也没有民众党这些了 对 他的意思就是说 未来民进党非常强 强到因为还是需要在野党 那只好由民进党分出来 当在野党 这个我觉得我看不太懂 他想要表达什么 他的意思是什么 来 亮哥 日本最大在野党民主党 就是从自民党分出去 所以事实上 整个日本的政治都保守化 因为都是从自民党出去 所以他的意思是说 如果你没有台湾家属 你不配在台湾组政党 对 他强调就是 未来台湾政党都要有 就是日本的政治 就全面保守化 左翼的政党 除了共产党之外都死光了 对 就是这意思 其实他这次被 这个叫拱出来的过程 我们跟大家讲 除了这个10月23号 再来就是礼拜一 其实关键日期是礼拜一 就是25号那一天 那一天 我们刚刚讲到Coco姐 Coco姐中午就说 如果林静怡出来的话 胜算如何 先点了这个名字 我告诉你当天晚上 激进党的 包括主席 包括陈伯伟跟林奇耀 他们就在讨论这个人选 激进党开了两个人 一个叫林静怡 一个叫张家安 就是那个台中市议员 这两个人就是激进党可以接受 他也没有排序说谁先谁后 然后第二天一乍早 国策顾问的联署 就是联署林静怡给蔡总统 这几个国策顾问七位 包括资政跟国策顾问 他们挑过的 都是跟台中有关的 或者是跟林静怡有渊源的 就是他们是挑过精心挑选 好 再来礼拜三 通过了征召 由蔡总统主席亲自征召 下午马上林静怡户籍就迁到 乌日去了 对 动作很快 所以这一套 这个完全是铺陈好的 目前就是林静怡了 但是只是等一个 最后蔡总统出来宣布 我颁布防弹背心交给林静怡 让他去出征 然后高唱 我现在要出征 我现在要出征 对不对 所以其实蛮缜密的 这个过程整个都是蛮 一气呵成的 不过这个林家安 这个是张家安 张家安是政国会的 是政国会系统 所以政国会看起来 第一届议员 第一届议员 这一战又输了 他等于是他本来要出来争取 然后没有争取到 张家安 政国会在这一议是不是输了 林家龙在这一次 这个罢免陈柏惠案 其实出钱又出力 可是看起来 好像这个接替的人选 还是由这个英系 站上风 算是英系这样站上风 然后新潮流 新潮流也支持林静怡 新潮流没有推 这个陈世凯 是支持林静怡的 我们就继续看一下去 到底会怎么样 不过我们关心完台中 我们来关心台北这一席 也就是我们知道的 这个散场清零的 清零散场的林长佐 现在看起来 蔡总统也宣布了 要来支持他 他也要正面对决了 昨天他来跟这个黄杰直播 我们来听听看 他们在直播里头讲的什么 我礼拜一看到柏惠的时候 真的是 很不舍 我本来是要安慰他 你知道我过去 我就是拍他这样拍一拍 就是在路上看到他 我就这样拍一拍 拍完以后 我眼泪是已经流下来 然后柏惠就说 你这样做啥啦 你为什么要这样啦 然后就拍他哭了 柏惠讲了一句话 我很心酸 他就说 就他就说 老实说 也是有去风气的感觉 但我们已经觉得 已经太没格了 就是 就是完全是用小人的方式 在对付君子 我们要怎么防 我妈妈有可能在北京工作吗 你真的会相信这一种 这个是用逻辑想 我都不用澄清 我看到又有人在讲说 我住大安区 我要再澄清一遍 我不能讲我住哪一个里 我住在我自己的选区里的里长 他都帮我讲过 所有要帮我讲 所以他讲两个重点 第一个 他的妈妈没有在北京工作 他应该 他的意思是这样子 那另外他没有住在大安区 可是我们看到的户籍地 是他的房子 在大安区有房子 我记得他的财产申报上 有大安区有房子 我不知道这个林昌佐委员 他是要 我不能说他说谎 只是跟我们过去的认知 有一点点不一样 那过去这个林昌佐 他穹族的吗 闪铃吗 这个Rocker吗 看起来这次面对罢免案 他也是直求对决 他要开始这个加码 把这个火力又催到最猛了吗 你可以看到 他当中被呛的时候 应该是声势比较弱的地方 那过去他曾经讲过说 很多人说 他被罢免的一个重要原因 就是他替万华发声的这个时间 或者版面都太少了 可是他的回应是说 作为中央地方的联络窗口 我有争取疫苗 我也拍很多影片 帮助地方防疫 那这个林盛东东哥是怎么说 他说你说啥 看着鬼 什么叫做你争取很多疫苗 直接被东哥给呛回去了 然后5月6号 因为要宣传 让大家都赶快去打疫苗 这件事情 他脱下了衣服 上头还有刺青 然后让这个护士小姐来打疫苗 就有人说奇怪打个疫苗 有需要这样吗 需要把衣服通通脱成这样吗 把衣服几乎都整个都脱掉 然后露出了这个冰块般的 冰块盒般的这个腹肌 这个是在吸粉吗 那另外还有一个争议的地方是 过去曾经有人就是针对 这个林尚佐他没有服兵役 那怎么会高喊抗中保台 一击在国防外交委员会上面 你能不能够很正常 或是很精准的质询这件事情 那林尚佐的回应 让很多人也傻眼 他说拜托 吕孙玲 萧美琴也没有当兵 我讲的是说当时2016年 那个另外两位委员 在国防外交委员会的 他们也没有当兵 可是他们不是女生吗 中华民国现在好像这个女生 也不用服义务役 所以他的这个过去的言行 大家都可以来检验一下 那最后我们可以看看 这个林尚佐说他是 他贴了很多很多他自己的 包括他公民评鉴 全国第一名等等点点 希望大家来买单 希望大家来支持他 可是可以看到的是 很多人就是把他当垃圾 就这样丢走了 所以到时候 林尚佐6万1的门槛 能不能够达到 有人觉得困难度有 可是办法这边 好像看起来也是信心满满 晓芯 我说真的 就是他们一直在讲说 抗中保台 其实这次林尚佐他讲了几个问题 第一个是他在节目上说 他是第一个出来呛石重粮的 有吗 有吗 他明明就是说 石重粮之所以会讲出这些话 是因为国民党的人乱问 他把责任是推给国民党的 所以后来才会引发 这么大的一个争议 环南市场那边 他是像趴车小弟一样 跑去跟陈时中鞠躬迎接他 这也是让很多的万华人 都非常生气 再来他们一直在讲说抗中保台 可是实际上面他过去有多次 这个侮辱国旗的记录 就包括像他们可能对国旗 他就会说 谁要侮辱周华民国国旗 我不只不会骂他 我还会鼓励他 这是他很久以前 2012年的时候的脸书留言 网友也都有记得这件事情 这时候就想到蔡总统不是说 谁把国旗收起来什么的 我们就要一起对他生气 我不晓得蔡总统对于林长佐先前的 对国旗的言论跟做法 会不会一起生气呢 还是这时候又可以开放吐血了 我不太清楚 但是你会发现林长佐他现在为了避免 被罢免 所以他把很多他的争议都赶快拿出来 有一点点偷换概念 有一点点的扭曲事实 就是希望我们先赶快把这东西定义下来 后面才不会被讨厌他的人 想要罢免他的人 然后让更多人知道有这件事情 这就是打预防针的概念 所以他现在又变回那个 崇州林长佐了吗 我们来看看他在节目上的嗆响 在我这一区绝对没有这个 绝对就是热战 绝对就是叫大家出来投票 没有任何模糊 尤其还有他们搞失败的吴思瑶 还有这个陈志忠 还有高敏林 七八个 他们就是这样子一直抹黑下来 然后疫情的过程 其中的这个期间 已经被欺负得太过火了 把所有的这些污名 都丢在万华上面 然后还要叫支持万华的人 自己来承担 这跟淮南市场有关的东西 中央都是透过我的 只要是中央的都是透过我 因为要人都疫情很严峻 不要跟人家吵架 我也都了解 那个时候会长在那个高压的状态之下 他会他非常的焦虑 所有的民众都一样 所以我说我们不用在这个时候 去多讲什么 不用好像自己做很多事 可是你不能说我们没做事 现在想要搞林昌卓吗 想要搞我们万华人吗 我怎么可能让你这样子吞大 你打算在万华中间万华 给我撵过来 撵过去吗 我躺在那边给你撵吗 不可能让你这样子搞 然后有没有帮万华这个发声 你Google一查就发现我发声最多 我都在第一时间出来说 呛这个十次掌 他最后说你看 我在第一时间出来呛十次掌 就是把我撵过来 撵过去 他说他帮万华发声最多 我去Google写呛十重粮 跳出来的是黄珊珊跟柯文哲 不是因为坦白讲在谷歌时代 你对事实要有一定的敬意 因为你一定会被挖出来 那个时候到底你讲了什么 或者是十重粮是跟谁在呛 是好几个人呛他 是 可是就连不到你的名字 对 他到什么时候呛的 把这个影片弄出来让我们看一下 然后我觉得他 我觉得他事实上他的仇恨值 没有那么高 他就是要去修补 跟万华人的感情 然后把那个万华被抹黑这一段 好好的面对 我觉得这个并不难 这是一种危机处理 可是如果你硬要去强势的说 我当时不是这样 那人家就翻一大堆来跟你对比 对 这样对你也不见得有利了 是 我还记得保洁哥在节目上 曾经有呛过这个林昌作说 你去吃 吃什么 我可以讲 我不能讲 吃什么 他就是要面对保洁 他假装给他 是啊 对不对 是啊 当初这个万华 被贴上这个万华病毒的标签 我们友台的保洁哥 不是也是骂这个林昌作 什么事都没干吗 还骂叫他去吃这个 吃什么 那林昌作你要不要出来面对一下 我们休息一下 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所以其实别 doen 知道了 我们去看 你看